欢迎你来跟书彦学中文 你好,我是书彦 这堂课,我接着讲形容词 中文有些形容词可以重复,用来强调 我们先看看怎么重复一个字的形容词 下面我要讲一些例句,请您仔细听好 我有一个小秘密 我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它有一个大房间 它有一个大大的房间 它家后面是一座高山 它家后面是一座高高的山 你们前面是一条直直的路 你一定看见了重复形容词后 还要加上得字 你也许已经学过 两个字的形容词后面 通常都要用得字 比如 勇敢的小伙子 智慧的老人 好,我再讲一下关键词 好,我再用正常语速 把例句和关键词给你们读一遍 请仔细听好 我有一个小秘密 我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它有一个大房间 它有一个大大的房间 它家后面是一座高山 它家后面是一座高高的山 你们前面是一条直路 你们前面是一条直直的路 好,我再讲一下关键词 形容词 重复 强调 秘密 勇敢 小伙子 智慧 好,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了 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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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